我们的力量 你们每天帮一些狗接渣 其实力量也很小 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有效地解决 那我知道你们在校园里面 有做这个叫做动物 大学动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连线 是不是也请你谈一下 我们这位专业 锦山 锦山来谈一下 到底你们怎么做 然后怎么告诉大学生 一起把力量发挥出来 好 其实因为在大学里面 同学们一定会有流浪狗 那些测影之星一定会被激发 那当初都是很单纯的想法说 我们来帮帮他们这样子 然后可是他们在做下去的时候 就发现其实问题很多 甚至里面有很多专业的问题 那比如说要怎么样去照顾这些狗 才是最好的 用什么方式 那而且很多时候校方他会反对 因为他会觉得狗在校园里是不安全的 那同学们又一直去照顾他 那可能狗狗也不想离开 那就会变成常常就是爱狗的同学 跟不爱狗 就是被狗 两派吵架 对对 就是会这样子 那在这种种困难之下呢 同学们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挫折 那协会在发现这件事情以后 我们最早开始我们会定期举办动保营 就是这些已经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动保社团的大学生 我们办一个营队请他们来 然后可是后来发现说 在营队的两天的内容里面 可能我们会请林医师 他会提供受益的专业资讯 然后我们也会给同学们一些 像刚才法师讲的一些动物权动物福利的观念 让他们去从各个层面去看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发现说两天营队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就没有什么联系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整个做成一个 大学动物保护社团连线 然后让所有的全台湾只要有成立这样的社团 都可以跟协会这边联系 那我们会尽量提供像林医师的受益资源 然后还有我们教育宣导方面 那其实同学不管在第一线上面 或者是他们也想要去在当地的中小学做推广 他都有一个资讯跟资源可以去 不会让他们做得很辛苦这样子 那其实像卢老师 他也是大学动物保护社团的指导老师 那他也很了解在整个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小朋友都是非常单纯的心 可是碰到的很多的挫折跟责难 那也是让我们一直觉得说 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去支持他们 所以现在有几个大学已经有这样的组织了 33个大学 36个社团 已经有三十几个了 不过我们回到法师身上 因为我刚刚听起来 就是流浪动物 有很多人各做一块 有人做任养 那有人做政府做扑杀 那你们做决育 那还有做教育的工作 可是这么多块里面 刚刚也提到决育是非常工作的重点 所以你们怎么样把你们的力量 这个决育这件事情能够再推广 目前决育推广这一块 应该还是林医师他最知道我们目前的进度 对 那协会他的主力并不是完全只放在决育这一块 因为协会毕竟他没有走那个任养的路 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爱心爸妈妈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随喜功德就可以了 我们不必要也嘎一脚在做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实际上不能解决的问题是 我们的财力相当有限 相当有限的财力跟人力要做什么事情呢 在动保社团里面 我们感觉到比较少是属于在思想上的论述 还有在法律方面的突破 对 所以我们希望比较做的是这种扎根的东西 所以现在法律上有可能去要求说流浪动物都应该要协助他们做捷育吗 不 早年是完全不管 后来在经过我们的努力以后 动物保护法出现了 最起码已经规定一定要植入晶片 植入晶片 当然他就可以去抓源头 看看是不是四组气氧 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因为继续繁衍的问题没解决 还有就是饲养场本身 等到行情不好的时候一堆狗丢掉 或者是老了 这个种狗已经生育了以后 年老体所以又把它丢掉 所以这些问题是也并别的 也是很多对不对 是是是 其实我知道关怀生命协会真的很用力在做 而且看到很多的相关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20年了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展望 是不是可以问一下执行长 你们的新的展望是什么 新展望倒不敢提 那么当然我们讲过就是 所有的动物保护的观念 也许我们不应该说一直叫做动物保护 因为毕竟保护还是用人的角度去看 好像有点高高在上的这一种概念 我们倒是觉得我们应该推的是动物权 动物福利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教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所以协会有一个叫做动物保护教育杂根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以中小学的老师为主 因为毕竟资源有限 也许我们掌握教书的老师 那用他来教学生 也许这个层面的扩大效果会更大 所以我们每年会有办六场的教师的研习营 跟专体研究班 那么另外也还会扩大民众参与的大众讲座 大概每年也大概是在六到八场 这个部分就是从教育去做手 那么当然也还有一个就是透过大学动保社团连线 那么辅导大学生也来担任动保讲师 那么这个动保讲师主要功能就是 希望他们在地杂根 在协助当地区的国中小学的老师 做进入教室的普通教育 那么也就是说 把老师跟大学同学做结合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也有理事 那么可以担任讲师的 就是到大专院校或者是学校去做一个演讲 看得出来你们二十年的展望 是很希望在教育上扎根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这个发想是在去年就开始 那么就也觉得说 所有的动物保护的措施 如果没有政府来大力推动 光靠民间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也觉得 政府在这个区块上面着力点太少 那么我们所知道的 中央主管动物保护的 概念 是农委会的一个序幕处的一个科 我们经常听他们讲 是中央的预算也不够 人员也不够 那整个大部分的执行的工作 是落在各县市政府 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发想说 那这样是不是 我们就引进公民参与的这一种理念 那么从监督动物保护行政的这个部分 来让民间跟政府做一个合作 就是让行政官员知道应该在他的工作岗位上 就应该做好他应该做的动物保护 确实这个动员公民行动的力量 然后监督政府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不过刚刚有提到动物权跟动物福利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赵卫法师再把它说清楚 其实在西方的论述 它是有关于动物保护这个议题 它的光谱是从极温和到极激进 动物权这个概念是极激进的 是激进的 那当然动物福利这个概念是比较温和的 他们是认为说 就像刚刚林医师讲的 杀是难免杀 世界上也不可能大家都不吃肉 那么最起码在他走以前 给他好的待遇 不要太多的虐待 不要让他受无畏的苦 比如说饲养的时候好一点 比如说杀的时候 不要让他那么痛苦 这就是比较是福利的 比较是属于福利的观念 比如说实验动物 他们认为说 动物还是要实验 没有经过实验的药品 我们怎么敢吃下去呢 所以动物乖乖为人死 但是尽量是不是可以求 这个实验动物 它的某一些的福利 比如说不可以太过残忍 可是谁知道 他们有没有太过残忍 光在实验室门里的事情 而且他们动物实验福利委员会 在我们动保法以后 有通过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 必须要设立 也就是要有加入伦理的考量 但他们从来不会找我们的 他们自己关着门就玩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 到现在连动物福利 在台湾都不见得完全落实 动物权它是另外一个 比较激进的观念 正好我们今天观察 是密集会20周年 我们即将办一个国际研讨会 动物权的观念是 跟动物解放观念是一组 一对不同的观念 他们的目标都是动物保护 但是动物解放 Animal liberation 它是Peter Singer 澳洲的哲学家提出来的 另外动物权的观念 Animal rights 那是Tom Reagan 是美国的一个哲学家提出来 所以我们今年 我们想希望能够在明年以前 把他们两位都邀来 大师来台湾 所以你希望在动物权这个地方 包括解放 包括权 都能够再介绍给台湾 因为台湾现在 其实连动物福利 都还没有做到 理论都已经翻译过来 比如说动物解放这本书 我们已经翻译了 Tom Reagan的动物权的书 中国大陆也翻了 我们将来也想要把它推广出来 但是就是说 目前做是做不到那里 可是做不到那里还是有效 因为哲学上 也许对于动物有没有权利 这件事情还要讨论 因为权利经常伴随着 义我而来 就像人权的源头在哪里 他们都还要 催毛求疾一番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权利这种事情 有时候是一种政治的语言 在政治的场域里面 我们说它有权利 我们要争取它的 某种程度 不只是世主的物权 我们要争取的是 它的那种 类似自然人的人格权 那么它是有宣誓性的意义 是 所以听了这么多 从动物权到动物福利 那我们看到了 生命关怀协会 其实他们很认真 也希望把这样的思想 引进台湾 让台湾更多的讨论 对不对 所以我不晓得 从这个激进到这个温和 你们关怀生命协会 自己站的位置在哪一边 我们站的位置 其实是极其进的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从 跟温和的人一起合作 做下去的 在佛法的智慧里面就是 你不要一步到位 你会跟全世界都闹翻 然后对动物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必要的时候 我们跟他们还是谈到 你小心 人类你怕不怕死 所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们骨子里还是希望 慢慢拉向动物圈的观念 真的是很智慧 我们看到关怀生命协会 他们的立场 基本是相信动物圈 而且希望能够拉到那里 可是他们在实际的执行面 非常的温和 而且是非常的有智慧 已经走了20年 我们真的祝福关怀生命协会 但是我们也希望 大家能够支持他们 让他们走得更远更久 也让台湾能够落实动物圈 这样的一个观念 而且能够落实在台湾的里面 每一个人的心里 今天很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民意大讲堂 我们希望这样的观念 也能够透过各位网络的朋友 帮我们再宣传出去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 Beef 我 군群 我 dinner 我们下去 我们下宣传出去 我们下宣传しく 全面冠一下 我们下宣传出去 我们下宣传出去 我们下宣传出去